我们再讲主要就是讲解下关于 所有的一个常见的一些应用案例 在了解这个所有的一个常见应用案例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所有的一个原理 那么这个所有的一个原理的话 主要实际上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二叉数 他去去找这样的一个所有的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所有的文件的话 他实际上就是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所有的一个物理位置 那为了要看这样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原理的话 我们可以去来测试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一个表 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LiveGate 我们先打开它 打开它之后 这里面我们用的是Complice这个数据库 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我们会找到有这样的一个Amplice这张表 那么这个Amplice这张表里面 他的一个数据行数是99万多条 那么99万多条的话 我们看他的一个数据 他有一个数据文件 在我们MySoccer里面 那么他会有这样的几个文件 第一个呢是-frm 那么要找他的一个文件的话 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找 我们找到我们的一个MySoccer 找他的一个my.ni的一个配置文件 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为了找我们这个数据库 里面这些数据文件 他的一个存放的一个物理路径 找这个物理存放路径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这儿去找 从这个盘里面去找 就是我们在这里有个DataDR这样的一个目录 然后进来 在company这个数据库里面 在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话 我们会去找有一个Amplice 这张表 在这个表里面它有这样的几个东西 一个是frm frm的话 它称之为我们的一个描述这个表的一个结构 就那个文件 另外一个是myd myd的话在这一块 它就是我们一个数据文件 另外一个叫myi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记录文件 所有的记录文件 它实际上是指示的是 因为所有的话 它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字典当中的一个目录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目录它本身会在一起篇幅 这个目录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指示的是我们在 这个所以它的一个物理位置 那么有这样的文件 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这个组件 比如说我们这个表 我们把它一个组件给去掉 去掉之后我们再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我们在这里面再去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myi 那么它的一个文件 现在就变成1KB了 以前是9兆多的 那么现在就只有1KB了 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索引的话 它会去记录它的一个文件的一个地址 一旦我们在这里面去给它加了一个索引的话 这里面由于是有90多万条 那么它就会根据这90多万条数据 会去创建一个相应的一个索引 而这个索引它本身会占据一定的空间的 所以我们这个索引不是说建的越多越好 建的越多 那么它也会占据一定的空间 你看我们现在给它改一下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 我们把这个组件给加上 我们把它给加上 好加上之后我们现在保存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该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 那么这里面我们再刷新一下 这里面它直接就给我们变成9兆多的一个 索引的一个记录文件的一个 然后这是我们关于索引 那么这里面它的一个文件的一个记录 那如果说我们该拷贝数据库的时候 比如我有的时候需要把这个nplus这个数据库拷贝一下 把这个nplus数据库拷贝之后 那么这个mya 如果你拷贝到另外一个数据库当中 这个mya它是会失效的 也就是没有作用 所以索引的话 它实际上是和我们在某一个数据库 它这个存放的一个路径是有关的 那比如我在我自己这台电脑 和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上 那么它的一个索引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文件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做数据库牵引的时候 那么我们只有牵引我们这个数据和数据库表的这个结构 而索引的这个文件呢是无法迁移的 因为这个索引文件它是记录这个数据 在我们实判当中这个位置 好第二个我们就要了解到我们这个索引的一个常见应用案例 那么也就是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去用这个索引 首先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一个 MySocker里面来 这里面的话我们就测试几个 首先我们用的是 还是用我们Comply这个数据库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再给它指引一下 或者说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执行啊 就是我们selectenp number from我们的amplice单表 在这里面我们使用explan select这样的一个语句的话 那这里面都会有一个 extride extride的话它表示是我们在这里面已经使用了这个所以 已经使用了一个所以 所以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我们如果查询的是我们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字段 所有的才是所有的字段 就是我们在这个查询这个列当中 我们显示的是一个所有的字段的话 那么这一块它会使用到所以 那如果我们这里面直接就是select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一个explan select 新 from我们的一个amplice这张表 我们查询一下 这里面的话它就用不到所以 所以我们使用所有的一种情况就是 当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如果我们查询的这个列 有这个查询的一个 所以列的话 那么它就会使用所以 或者说是我们在这里面查询的时候 我们再试一下explan 我们这里面再做一个测试 plan 然后select 除了我要查一个inp number之外 如果这里面查询的是一个first name from amplice 这张表 在这里面它也没有使用到我们的一个所以 所以我们使用所有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查询的一个列当中 只有出现我们的一个所以列的时候 只能够出现我们所以列的时候 那么这个查询它才会使用我们这个所以 要开始使用的所有的话我们就只能通过这个 有这样的extra 有这样的一个extra的后面 如果里面有 那么它就会使用所有 或者说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select ェsp 我们分析一下explan 然后 thermbook select creates Jewish 比如说emplumber大于1万 这个时候我们在分析下 这个时候我们也使用了一个索引 我们使用到索引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这里面使用了一个叫using where 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索引它会用在我们的一个查询的一个判断条件里面 好这是 第二种我们使用索引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 where 判断条件的时候会用 那如果我们有的时候会频繁用一些查询列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就想查询 我又想查询 select 我又想查询它的first lemon 和lastlemon 我会经常查询这两个字吧 比如从impls里面 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在查询的时候我们采用的这个firstlemon和lastlemon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一个查询列当中 那 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 使用到 索引 那如果我现在想使用到索引的话 那我就需要把这个firstlemon和lastlemon创建一个索引 我们创建索引的就是createindex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名字 他们就是一个lemonindex index lemon 然后on我们创建这张表当中 然后是哪个字段呢 我们这里面有两个字段这个叫联合索引 firstlemon 然后还有个lastlemon 这里面因为我们这个创建索引 它会 去执行所以说这里面会消一定时间 那现在我们这样 把这两个索引 把这个索引给创建好了这个所以呢它属于一个联合索引它涉及到两个字段 那我们现在再去 产出一下我们explan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在查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告诉我使用了一个usingindex 那如果我们现在查询的时候 explan select 比如说我只想查询的一个firstlemon 过来 from mplace 这张表 查询的时候那这里面也会使用到所影 使用到这个所影的话也是因为 虽然说我前面使用的是一个联合索引但是这一个字段 firstlemon 它是位于我这个联合索引里面所以这里面它也会 那如果我现在使用的是explan select firstlemon 或者说我们select 新 from unplace 这张表当中 然后我们加一个判断条件 那么first lemon 然后它是等于比如说等于check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查询它会使用到我们所影吗 这个 这个explan 这里面它也是用了一个所影 这一个所影就是一个using where的一个所影 那如果说是我们的一个 模复查询比如说我们这个模复查询是like 是百分号 比如说百分号check 这样的话它也是用了我们一个所影 这个所影就是使用的是一个using where 那么你要看这一个使用所影的话那么这里面就会使用到一个 一串 你再分析它如果使用到所影的话 那么它会降低我们的一个查询时间的 这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所影的一些常见的一些应用 这个事呢你就应该好好去分析一下 通过我们的一个explan 去看我们在这个查询的时候使用了一个所影没有 我们看一下这个shelperfile shelperfile的话 它主要就是来 分一下我们 这一个socler它的一个指定时间 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它的一个指定时间呢 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我们这一个 mysocler是否支持我们的一个shelperfile 那么是否支持我们就要看 add heavy have file 这里面如果是yes的话 如果是yes的话 就说明我们在 当前是已经开启了我们的一个 查询的一个分析计划 也说我们查询的一些 执行时间的一些查看 那怎么来查看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select一下 select count shelperfile empress 这张表 这是我们 刚才所指定的这一个东西 好然后我们指定之后 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 就看shelperfile shelperfile 我们就让它直接在这里面指定 重新来开启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就加一个select 然后我们才是使用的是 commonish shelperfile 然后我们是 还是先看一下select at hive profile 那么它也是支持我们的一个 查询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查看 那现在我们就要比如说我们现在select counter counter shem 然后我们的empress 然后where 我们一件p number如果大于1001的 然后这里面我们可以查询出来 查询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就去看 shelper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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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是空的 或者说我们把刚才这个set rofile file 等于 我先把它开启 开启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shelperfile shelperfile 或是我们 正下刚才这个条 查询条件 查询之后我们再来去 执行一下 shelperfile 好这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 刚才我们的一个queryid 就是我们刚才执行这个的 执行这条语句 那么它的一个查询的一个id是1 那如果我现在想看这个 这个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执行的一些 实践上的这样的一个分配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通过 shelperfile 这个命令 然后这个命令的话 它实际上是有个 forquery 这个id是1 然后这样子去执行一下 那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这一个执行就是我们刚才 执行的这个select 这样的一个语句的话 它在各个 查询的这个阶段 它所消耗的这个时间 你看我们在这里面 它的一个消耗时间比较多的时候 就是一个sending data 就这样的一个 时间是消耗比较多的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消耗时间 我们再去优化我们这个表 看到底哪一部分出问题 这就是我们 通过我们的一个shelperfile 然后去查看了 在查看这个shelperfile的时候 最好呢 之前把这个setofprofile呢 给它 设成1 给它设成1之后 那么你在shelperfile时 那么它就会看到你刚才 查询的这条说回一句 它的一个执行的一个id 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这个shelperfile for query query后面就跟上你刚才查询的这个id 这个id是多少 那么你会看到 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消耗 好总结一下我们这讲的小节 我们这讲的话主要就讲解了关于索引 的一个改变 它会引起我们一个索引文件的一个改变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 在哪些地方我们会使用到索引 那么这个索引的一个使用 怎么去使用的 我们去看通过我们的一个easplan 去分析 我们到底使用索引没有 如果没有索引的话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这个采用时间过长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你采用的是一个 创建索引 这种方式 去提升我们的一个执行效率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 通过我们的一个shopefl 去分析我们这个socker 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执行时间 在哪一部分消耗的一个时间 OK这就是我们这讲所讲的主要内容